巴西里约热内卢治安情况恶劣 是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大城市之一 举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等罪案层出不穷 但最令居民担心的不是各种暴力犯罪 而是打着维护治安旗帜 滥杀无故的警察败类 国际人权组织新出炉的报告显示 但在去年里约就有645人惨死在警枪下 警方肆意执法情况 已成为当地社会一大毒瘤 里约奥运会举行前夕 国际人权组织星期四抢先公布一份报告 详细记录这座以暴力犯罪居高不下 臭名远播的城市的治安情况 长达109页的报告显示 除了贩毒、杀人等严重罪案依然层出不穷外 警方暴力执法个案净是血案累累 警员以维护治安的名义滥杀无辜 用处决私刑的方式以暴制暴 结果反而引发民众强烈抵抗 治安加剧恶化 过去10年就有超过8000人惨遭警员杀害 在2007年更创下了1300人最高纪录 截至今年5月为止 已经有322人惨死警呛下 为了掩盖滥杀无辜的罪行 这些警察败类事后威胁证人 栽赃嫁祸的罪行无所不用其极 仅仅调查报告记录在案的就有64宗 显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李约政府为提高当地治安并不是无所作为 为备战奥运 李约三年前就展开一项名为社区维和警察所的安保项目 促进警民互信关系 以保障平民区的安全稳定 然而国际人权这份报告已经证明 所有努力都付诸流水 手无寸铁的人民依然生活在威胁里